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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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实际上都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们从法剧开示里面跟故事的对照 我们都会觉得更加的亲切 所以我们从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就是从法语还有故事双方面都可以让我们来思维 来学习 这个单由我们进入 法剧经故事集里面 第六的《智者品》 法剧是第八十句 故事是第六品的第五个 法剧里面提到的是 灌溃者 灌溉者 饮水 建匠 交职 弓箭 木匠 整理木材 而智者 调育自己 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就有提到四种的修行 那前面三种是我们在世界里面 我们称作弃世界 也就是弃物的 或者是称作无情世界 第一个是讲到的是水 第二个讲到的是弓箭 第三个讲到的是木材 这些都是我们世间 我们认为是好像不像我们人 动物这些是有情的世界 那水 弓箭 木材 这些是无情的世界 因为它们不像人 动物这些有情感的表现 当然它们也是有维系的 这一些的生命 不过我们把它称作无情 是主要是以能够直接 让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反应 那第四个就是指我们的人的部分 而且是指的是有智慧的人 那有智慧的人 他也可以调育自己 所以这四项里面有三项是无情的 气势间的 那也都可以调整 所以第一个提到说 灌溉者可以饮水 也就是说我们要灌溉 要种的这一些植物 我们的这些田 水果 这一些我们人要吃的 那要有水来灌溉 那这样的时候 这个水也可以让人家引导 不然的话 水就好像是河流 河流 溪水 大海 它是有它的性的 像我们常常会有水灾 那它就会泛滥 就会把这个人所种的这一些殃苗 就把它淹没了 那这边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无情的这样的水 只要我们刻意的很好的方法来引导它 那它也会随着我们的这个水道 它也可以转它的方向来 就是受我们的引导 那第二个的剑匠 就是能够制作弓箭的这样的这个弓箭 它也可以交直弓箭 那弓箭本来是消耗的这样的木条 那它可以把它就是调到这样子弯曲 因为我们知道射的箭跟弓 一个是直的 一个是弯的 那也都是经过这个工匠 他们很善巧的来调整 所以说脚直 它脚是可以把它弯曲成弓 那直就是这个箭 它把它可以修整到很直 那这样子的时候 它要射箭它才会不会弯曲 就是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它就会让要射的人它能够直中它的目标 所以这个也是把木头 可以把它调整到我们 就是要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器具 那第三个就是木匠处理木材 那这个也更是把无情的这个树木 它可以做成我们人使用的各种的这一些的家具 那有的是桌子 有的是椅子 有的是柜子 各种的这一些人要使用的这一些的器具 所以这样子都是在表达说无情的这一些的器物 它可以随人的一种使用而被加以调整 那这边当然也是有一个就是说做动作的人 做动作的人 他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所以他才会把这一些的器具加以善用 所以一方面是器物可以被雕塑 被引导 然后这个引导的人 他也要有好的想法 所以他才能够做好的这一些的这个矫正 那下面提到的智者调育自己 那就反映到我们人身上 也就是说连无情的这些器具都可以被加以这样子的善用 那智者呢 他可以调育自己 也就表示说我们是可以修行的 我们是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 所以从这里面智者就是表示 是能够调伏的一种我们善念 然后被调伏的自己呢 也是我们自己的心性啊 所以这个法语里面呢 主要要让我们知道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是应该学习做智者 有智慧的 我们知道怎么样调伏自己 然后我们的心性也是可以被调伏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法语呢 来对照的故事啊 他的题目是年轻 沙咪的修行成就 所以一个主角呢 是一位年轻人 那他就出家 当沙咪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修学佛法 能够正道圣谷啊 那这个年轻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盘提达 盘提达 那这个盘提达呢 他是住在社会城 那社会城里面呢 有一个著名的 也是有名望的人 他的儿子啊 所以这个盘提达呢 他应该从小啊 家里的环境算是非常的好 那这里谈到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就出家为沙咪啊 那出家以后 就是在第八天 所以我们读这个法剧经的故事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亲切 而且呢 有的内容啊 还非常的详细 就连盘提达他出家为沙咪 的学习的状况 是在他出家后的第八天 都有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个也表示 这些故事 他被一直流传 是有他的意义的 而且呢 当时的人 一定是非常的重视这一些故事啊 因为借着故事的流传呢 让人家一听 就受到感动啊 哦 原来 一个年轻人 一出家 他 第八天 他就有这样的成果啊 所以 标明这样的时间呢 也有他的一个 教育的作用啊 让我们知道说 有的人真的是叫做立根啊 他不一定说出家了以后要学习很久啊 他一出家他就马上可以 很有体会的 那 这个盘提达呢 他呢 跟着 这个摄利佛 他是佛陀的十大地支里面 就是智慧第一的啦 哦 说尊者 没有心事的水啊 能够 随仁义的被导引到任何地方吗 那 那摄利佛呢 就回答说 是啊 水可以被导引到任何地方啊 那摄利佛这样回答 那 这个摄利佛呢 他的问题呢 他会问到说 这个水可以被人家引导这样子到任何地方吗 这个 他是用一个很真诚跟很直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种观察来发问啊 因为 他看到这个水可以这样子 应该是 这个农夫要灌溉农田嘛 所以这个水应该是 好像被引导有弯弯曲曲啊 那从河流的地方啊 流到这个农田啊 那么 他会想到说 这个水是没有心事的啊 也就是说 水本身是 没有像我们人一样有念头的 他叫做无情 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水本身没有意志力的 因为他就是很多的水分子 然后连接起来 他变成一条河流啊 是这样啊 不像我们个人 是我们有心念啊 我们可以有念头 要去想要去做什么行动 所以呢 这位潘迪达呢 他的心思很细腻 所以他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 那 那 瑟利佛就回答说 水是可以被引导到 任何地方的 那 那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 问答啊 就让这个 潘迪达呢 他心里呢 他就 起了很多的 思考啊 所以我们说 学佛要闻思修啊 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个潘迪达 他有触发了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疑问 然后 瑟利佛回答了 然后他还是在继续思考啊 所以 为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思维 也可以叫做 参就 因为他就 就这个问题呢 他是 很 执心的 非常深入的 一直在想啊 那他这个想的不是我们的直觉 而是 他会触发到我们的心性的根本的问题了 所以呢 当 潘迪达跟瑟利佛他们继续 要去脱波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 他又 在路上又看到 就 有一个在制作弓箭的人 那这个 弓箭他在削木头 然后 这个木头呢 在用火啊 就是烧一烧 要把锻炼成弓箭 也就是他要把它弯曲 所以烧热了以后 要把它折成这样 供电这样 那 有的是要让这个箭更能够非常的笔齿啊 所以呢 他也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路上又有 木匠 那 他要坐 这个车轮啊 所以 就把 这个树木切割 然后呢 刨平这个树木啊 然后呢 然后做成这个 这个 器具的 这个车轮是圆的啦 所以 这个时候 他心里就在思维啊 他说 如果 没有心事的水 可以 任人 引导到任何的地方去 那 还有呢 没有心事的这个 啊 木头 竹子啊 他也可以 啊 任人啊 把他 啊 就是 弯曲 啊 把他 削平 把他 制作成 这个 木匠 他要用的这些所有的器具啊 那么 这一些是 无情的 都可以受人这样调教啊 啊 那么 拥有心事的我啊 就是 我们是有心事的啊 啊 那为什么 无法控制我的 内心 修行 清静 之惯呢 所以他就 想到说 连无情的 他本来没有意识啊 那他可以被 就是 能够被 引导 或者是 被 就是 弯曲 或是 抚平 那 我们有 心事的 应该是 更能够被 调育啊 所以他就 用这样子的这种 观察 思维 自己啊 就能够 反观到自己啊 所以呢 他就 经过这样的思考以后呢 他当下啊 就要求 摄立佛啊 让他 回到 金色里面去啊 他回到自己的 房间啊 他就 静坐下来 然后呢 很深刻的来 观察他自己的 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 班迪达呢 这位年轻人呢 他因为看到 这些世间的 无情的 这些器物 都能够被调掉啊 所以他就 体会到说 那我们有心事的 只要我们 有意志力 我们 能够知道 我们要调伏自己 那这个心事 更是能够被 调育的啊 所以他就这样子 一直观察 把 静坐 那 随着这样的思维 在深入啊 哇 他这样子 的 思维 静坐的时候呢 连这个 天神啊 那 也让 整个这个 板地大在静坐的 这个金色呢 就 安静下来 啊 因为天神呢 就要 来 维护他 所以我们说 诸天护法啊 都是很喜欢人修行的 他们都是 善神啊 所以看到 这个 板地大呢 他这么用功 这么 专心一意的 在思维 这样人的心事 是应该被调伏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板地大呢 他就进入了深的禅定里面 而且呢 他就正到三国 所以这里 就是从安定里面 又能够起思维 说我们的心事 他的本质 是可以调伏的 所以 我们平常 我们生气 我们快乐 我们种种的 这些的念头啊 实际上是可以调伏的 只是 我们没有听闻 有佛法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啊 我们就不知道说 哦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修 那 板地大呢 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有悟性的人 所以他在生团里面 也有听闻佛法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 他是自己去触到 而启发了他的悟性的 所以有的他会看到 哇 这个树木 枯了 从树上 就掉落到地上 有的人 看到花泻了 花开 也有花泻 他就悟到 世间的生灭法 他就是 看到这个现象 他不是只有高兴啊 或是悲伤啊 而会在深入去思维 生命的根本的问题啊 哇 这样就进入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本体啊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就是 佛 开悟的 基础啊 那 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事啊 我们可以去体会 也可以去深入去探究 所以 板地大呢 他也是这样子的过程啊 就 正到三果了 因为他也可以看得到说 那这样的话 摊啊 撑啊 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的心念啊 我要怎么样子去看待他 是可以调育他的 所以他就正果了 就表示他可以 真正调育成功了 那 在这个故事呢 是以板地大这样子的一个 思维正悟的过程 让我们学习啊 那 后面呢 也 还提到 就是 有一个序曲啊 也就是说 当板地大在静坐的时候呢 那本来摄利佛呢 要进去他的房间啊 那 那 当时佛陀也在那里啊 那佛陀呢 他因为 有 正悟的神通啊 所以 他知道 板地大已经夸耀正果了 所以呢 他呢 就 亲自呢 站在板地大的这个 他的房间门口啊 就 阻止 摄利佛进去打扰 板地大 那 他能够真正的进入 他的 深入的这种思维正果的 这种过程啊 就是要保护他不要受 这样子的 这种干扰啊 所以呢 佛陀亲自呢 就站在门口保护他 这样子 那 这个呢 就是 就是 在 佛陀的 教导之下 特别的 就是 有这样子的一种 关照啊 那 因为佛陀可以知道 那 也因为佛陀这样的维护呢 那么 板地大呢 他又 从三果呢 又正到欧罗汉果 就是断除了贪生痴 就是他能够 真正了悟了 我们的生命的 这样的真实的内容啊 那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他出家 成为沙咪 第八点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 有这样的详细的记载啊 就是能够 让我们 也能够知道说 每一个人只要 他真正进入的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呢 那他要正悟正果啊 都不是用 一定要多少时间来计量的啦 那这个是让我们非常的 就是 欢喜 也能够产生很大的 具足的信心的一个故事啊 让我们 深深的体会 学习 那也让我们 学习的功德呢 来做回向 愿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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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迟台湾燃燃功德会 尤正化波 沪明社团法人 台湾燃燃功德会 化波帐号 50323858 50323858 银行帐号 银行带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 202 608 012001 202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诗实要供焉供 当日上午8点半,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八戒离狱求出离 莫发慈悲方便门 众等发心求禁戒 种植出世解脱种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举办八观灾界 及药食经祈福法会 恭请上果下词法师传授及原通寺僧团领动 日期11月2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下午攻读药食经祈佛法开始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报佛脚 有一句谚语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佛脚 是真的报佛脱脚的意思吗 这个典故出自于宋代 患游记文中的故事 相传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中 有一个犯了死罪的人 在追捕时跑到寺庙中 跪在佛像前抱住佛脚 表示忏悔 希望能免罪 所以报佛脚被用来比喻 平时没有准备 是到临头才慌忙应付的人 在佛教中 佛菩萨看重的不是求取之心 而是真正向善向佛的心 临时报佛脚并不是不对 重要的是平时要烧香 意思是实时修行 累积福德资粮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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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